我们再来看一下把它执行起来 基本上 加班 刚刚把这个地方全域变数好像有点问题 正列 一般的变数可以 可是正列好像放在全域的位置会有问题 这个我再查查看好了 基本上 其他的程序也是可以的 那这个 VVA这个地方 如果不行那没关系 我们变成要不要麻烦一点 个别要放 每个地方里面都要放 那执行起来之后的话 基本上你就直接点击他 点击他 就直接可以执行 就不需要再下拉选单再来确定 直接点击 他就会按照我们由大到小 或由小到大排列 OK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各位再试试看 那另外就是说启动表单的方式呢 因为你会发现 你放到哪一个都不对 你放在甲班里面 启动按钮看到 可是你 放在其他 诶 别人又嗨完 又找不到 所以我前面讲过了 你可以怎么样呢 放在上面 有没有还要记得吗 其他功能 如果你要把那个聚集 放进来的话 你可以拿聚集里面 启动表单 有没有 然后按一个新增 进来之后 这个就会出现一个启动表单 有没有 点击他 就出来了 就是启动表单 那 或者 或者